你说年轻队员是吧 对 年轻队员挑战的话 挑战的话 我觉得他们现在其实跟这种一线队员 主力队员最好打现在的位置 然后他们现在技术先进 然后年轻气盛 输了也是正常的 赢了以后觉得自己好像这一段练得特别好 什么都是对的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见得 就看什么比赛 看对手的这个投入多少 对 因为那会在队里对大猫来说 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年轻队员挑战 其实每一个运动员 也都是从这个年轻运动员过渡过来的 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其实在运动员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他有这个让我来说是有四个对手 其实就像袁雪椒对丁宁 这是其中一个对手 也就是你如何对付这个比自己水平高的 还有一个如何对付自己比自己水平低的 还有跟自己水平差不多的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对手是自己的 所以说这四个对手当中 今天呢就是丁宁呢 是对比自己水平差的 那袁雪椒呢 是这个对比自己水平高的 那么从心理上来讲 袁雪椒占有一定的优势 没有包袱 对的 因为昨天这张宁也聊到了 就当年丁宁来队里的时候也是一直带着 后来你们两个交手的时候觉得现在 丁宁现在这个状态比跟当时有哪些的提高 我觉得很多地方都有提高了 就是前三板到相持段的这种层次感 中方转换这种层次感 尤其在他反守位的落点方面 他其实左手当时打的时候线路打不开 对我在的时候经常就是打不出左手的味道 我看奥运会通过这两次的洗礼 他已经成熟了好多了 咱们关公战琴琼一点 觉得自己巅峰跟现在丁宁比 如果这么硬比的话 谁能赢 那我自己当然是自己有信心 但是不能 确实每个时代啊 面临的这种环境 机遇都是不一样的 刚才对 我跟张艺宁在这个化妆间还讲到 就是现在的你比如说器材 对大家的影响又是不一样的 这一次比赛的这个球台还有球 对这个旋转的这种制约 所以不一样 落点很大 刚才这个球就是张艺宁所说的 这个左手的这个味道 就打出来了 死球 这球打出来就是死球 基本都跑不过去 五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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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球我们就看出 这个衔接连续上面 就看出丁宁最近没有系统的训练 是吧 从那个内行的这个角度 一下就看出来 有点不够流畅 对 这个圆雪胶发球轮给丁宁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 他第一板上手 你看刚才那个下拳球 其实完全可以冲的 他可能是因为前一板的反手下拳拉下网了 有一点就是觉得加保险太多了 这个球 有点犹豫 对 所以这个球就不太好打了 这个自己发球的时候没有优势 但是他又接不好丁宁的这个发球 所以这个球就不太好打 真正那种中台转换能力可不可 可以拿到几点 10比6 打到相识这个小强还是感觉技术上薄了一些 感谢 11比7 丁丁率先拿下一局 那年世平赛他那个脚崩了之后 现在这个脚是不是也经常会受伤 他说来之前又受伤但是另外一只脚 对 卡塔尔公开赛都去不了 是 土豪公开赛 好 宋伍滨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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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远雪礁的发球太单调了 嗯 一个是落点 旋转也是 嗯 并且还都出台 对 就出台就是 加油 加油 追到2比2平了 加油 追到刚才跟张艺琳说的一样 自己的发球不能够换成优势 因为每个人发两个球 每个人发球这个阶段就属于是机会 是 机会的来临 如果说你自己的这个机会都抓不住的话 等到对方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就处于一种被动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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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雪焦这会儿一定要病得住 这很容易就突出下来的比分 现在整个就是在后手被人家牵着打 没错 对 现在该他自己发球了 看看能不能稍稍变一点落点 哪怕旋转上有一点改变 下旋球还是得回去练 是吧 上手也是给对手威胁太小 那现在其实从他主观上他也不想放弃 也想咬住比分 但是从实际的角度上来讲 他必须要有切实可行的手法和手段 是吧 就是战术上要有所改变 现在三局两胜第二局 你看2比4就交了暂停 连数四个 因为如果一会儿的两个发球 自己再是被受限 或者再连丢两分的话 这战局就破大了 这可能一下就突露了 连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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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圆雪胶的这个技术特点来讲 他的发球完全可以有一些偷长 因为他的那个相持跟他正手的快带 没有发挥出来 他偷长之后反而直接可以形成上选 打到他那个特长的环节上去 现在老想发短老怕发长老也发不短 纠结在这个点上 这个前三板如果有明显的不如对手的话 就太难跟这个对手抗红 对 我都无位失误啊 现在看上去圆雪胶这个求胜的抑郁 是不是还没有叮咛呢 你还一直被压着打就挺难受的 他这个也想也想赢 但是呢就是从技术上在影响他的心理 因为技术上他没有这个得分手段 得分手段不多 他这个所以他这个老也张扬不起来 他功底还是弱一点 是 发了三个高手三个高手得分 场上变化也稍稍慢了一点 那这个小队员呢就是虽然说基本功挺扎实 但他按部就班的东西太多 这太稳了 对 因为你像你跟这种一线的选手打超一流的 你就要有点变化 对变化有点突破 打把突破自己 对 确实这个张一宁讲到这一点啊 让我现在觉得就像我们这么多年不打球之后 现在我在北大再教这些学生打球的时候 我自己感觉我在教他们什么 我在教他们乱弹琴 就是那个战术 你最好是东一个西一个 对 就像刚才张一宁讲到 圆雪椒现在打按部就班 其实就是一些训练上的套路 对 他并不是比赛 训练可以完善自己 但是比赛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战术组合在里面 对对对 你看好不容易发短了 从下选球到上选球 索性还不如他有勾手 有偷长 直接进入上选 他应该是这个得分率更高一些 对对对 太晚了 这球是10比6了 丁宁现在拿到了赛点 好球你看 二者的连续 这样的话 11比6 丁宁是2比0 站上连雪椒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看丁宁的